好 再來看到這則令人難過的消息 就是國光客運的司機黃福能 昨天晚上他從台北要載21名乘客回到台中 不過就在經過國道一號台中大雅段的時候 疑似是因為心血管疾病 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他還是忍痛把車一直開到路肩之後就昏冷過去 車上的乘客發現不對勁努力幫他做CPR 但送醫之後還是搶救不治 客運的台中站長他非常的難過 他說因為這名司機他在出車前 兩個人還有說有笑 沒有想到居然成了最後一次談話 國光客運停靠在路肩一動也不動 有些乘客已經陸續下車 因為駕駛身體不適 奮力把車開到路肩後陷入昏迷 62歲黃信司機28號晚間就是駕駛這台客運 載了21名乘客從台北返回台中 在國道一號大雅路段疑似因為心血管疾病身體不適 但他強忍疼痛用盡最後一絲力氣 把車停靠到路肩後陷入昏迷 剛好有一個什麼護理師 然後有其他男乘客幫忙把他拉出來擺平 擺在車道上然後做好一個做那個CPR 那但是乘客是說還有姑息 可是到了醫院以後就已經沒有了 就不回來了 客運站長難掩不捨 因為意外當天出車前兩人還有說有笑 黃信司機當時看起來並沒有異狀 沒想到卻是最後一次談話 雖然有熱心乘客協助CPR最終還是回天乏術 黃信司機疑似心肌梗塞 讓人不慎唏噓 但他強忍不適堅持到最後一刻 包圈車上所有乘客安危 才沒釀成更嚴重的傷亡 記者黃維菲 蔡鑽順劉漢偉 李永勝SNG小組台中報導